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好 其實不只是美國抗中自傷 澳洲也是 我們先補充一下 中國大陸最近不是跟所羅盟群寶 簽署了有關安全合作的協議 美國澳大利亞官員表示很擔憂 認為大陸沒有必要輸出警惡的力量 聲稱可能會動搖太平洋地區 現行安全合作的機制 但是我們來看到 對此大陸外交部翻譯汪文斌說 大陸跟所羅盟群寶 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兩國開展正常的執法安全合作 符合國際法還有國際的慣例 有利於鎖國社會穩定 還有長治久安 有利於增進地區國家的共同利益 無可指摘 我也注意到所羅盟群寶的政府 發表了一份聲明 感謝所有發展夥伴支持和幫助 汪文斌說 有關國家應該切實尊重鎖方的主權 尊重鎖方自主做出的決定 而不是用居高臨下的姿態 認為自己有資格 有特權來界定其他國家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中鎖合作 受到鎖國政府跟人民的真誠歡迎 為什麼有人會感到擔憂呢 是誰常年派遣軍機 軍艦到別人家門口耀武揚威 嚴重的威脅有關國家的主權安全呢 又是誰在建構軍事化的小圈子 把核擴散風險帶到了太平洋 又是誰在渲染緊張氛圍 製造陣營的對立 給地區和平穩定 蒙上陰影呢 說大抗争 我們就來看到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26號在議場記者會 他宣稱 說在北京解除對澳中部長級交流的凍結之前 他會晤大陸的新任駐澳大利亞大使 他認為是不合適的 等於是聚見大陸的大使 澳大利亞來看到是坎培拉時報就表示說 莫里森強調對他來講 跟新任大陸大使見面是一種軟弱的表現 但是來看到 華東示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的主任 陳鴻啊 他就特別說 大陸的新大使要求會見 住在國的領導人完全是符合慣例的 是很正常而且合理的要求 莫里森 你找借口予以拒絕 他給出了預設條件 甚至可以看作呢 是對北京的要脅跟脅迫 這一次的拒見 體現中澳關係的癥結責任 是在澳大利亞 反觀中國大陸呢 釋放了善意 希望能夠跟他溝通嘛 遞出了橄欖枝啊 作為一個友好寬容的大國形象 表現是無遺的 中國大陸是在盡力做出有利於 中澳兩國關係的破冰的事 陳鴻說呢 另一方面澳洲是在向美國你表忠心嗎 甘願扮演美國的馬前卒 及先鋒的角色 莫里森完全把自己呢 放在大陸的對立面 無意要去改善中澳的關係 另外呢 來看到是遼傳大學 太平洋島國的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于磊老師 他說莫里森你要這麼做 就是因為出於選舉方面的考量 這次選舉 澳洲國內 普遍認為他應該要下台 由於名望不高嘛 經濟用沒搞好 外交成績又差 莫里森透過呢 強硬表態 試圖要在大選前來賭一下 希望美國幕後勢力 能夠像上次選舉一樣 幫助他 這難道也是看準美國有所謂 顛覆政權的能力嗎 引發好奇 那為何澳洲人開始會思考 抗中對澳洲真的有利嗎 比如說來看到美國基因 就特別提到說 憤怒的葡萄 澳大利亞葡萄酒 釀酒商在大陸的失 失去的失是南非的德 文中就寫到了 北京跟坎培拉貿易爭端 推波助澜之下 現在南非的酒莊的對華出口 不但已經翻了好幾倍 甚至還在生產 專門為中國人釀造的葡萄酒 大陸對澳洲的葡萄酒 加征關稅之後 位於南非西開普省的釀酒商們 就知道商機來了 龐大的市場缺口 南非葡萄酒商的協會 亞洲市區的市場負責人 叫做馬庫斯福特 他提到 2019年澳洲對華的出口 大概是10億美元的葡萄酒 大概是占了 中國大陸葡萄酒 進口量的40%非常多 現在很大的缺口 南非的葡萄酒商 已經從中獲益 還說對華出口增長了一倍 這個增勢是非常非常猛的 澳洲跟美國抗中卻踢到鐵板 其實美國深陷在烏克蘭戰事的時候 中國大陸外交大突圍 尤其是拜登使得怎麼樣呢 使得中印俄更加的緊密 您覺得拜登是否失策了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我們一起來互動 為何會說到說中國大陸外交突圍呢 就來看到的是大陸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其實最近真的很忙 忙翻了 比如說他旋風式的訪問什麼呢 訪問了阿富汗 跟阿塔這邊有進行相關的合作 以及跟什麼呢 跟印度也進行了會談 比如說跟他們的外長 蘇潔森 還有總統的顧問 都有很大的外交成果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章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在印度這一塊有非常大的斬獲 所以印度論壇時報就說 印中是時候要修復關係了 你不能總是用實質控制線綁架了 不能夠忽視大局 另外印度也被說 現在美國用很大的力量 要把印度給拉回來 但通通都失敗了 比如說BBC有特別強調說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印度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缺口 因為現在四方安全對話當中 只有印度對俄羅斯是按兵不動的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破綻 因此拜登也特別說 印度的反應真的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BBC說 印度中立的立場 其實讓美國是坐立難安的 現在就來看到的是說 美國現在派了非常多的小老弟 希望印度能夠回心轉意 通通失敗 比如說英國最近有一個訪問團 要訪問印度 最後一刻的時候被反對了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曉 還搬出了420億美元的投資案 希望印度能夠跟我們站在一起 但是印度在聯合聲明當中 根本都沒有譴責俄羅斯 最後就來看到是莫里森 跟莫里黛會戶的時候 來進行談話的時候 其實澳洲外交部也說 澳洲是理解他們印度的立場的 但是就是不想要譴責俄羅斯 因此才會讓拜登說 真的是印度讓他覺得是不堅定的盟友 是一個例外 對此其實前立委雷倩 他也有分析說 印度其實印太戰略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要角 現在看起來拜登失策了 印度買了油 免疫的油 他已經直接跟他交易了 而印度是四方跨的中間 最重要的一個端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印度 你就沒有印太 你沒有印太 你就沒有印太的經濟結構 你也沒有印太的戰略結構 你也沒有你整個從印度 到太平洋的佈局 那輪軸就沒了 對 所以它是一個端點 如果你說四邊的話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端點 更重要的是印度來說 這一次我覺得王毅他的訪問 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先去告訴了阿富汗 阿塔 他說你們要承諾的那個東伊運 那你不管怎樣去譴責他說 我們都還沒有承認這個政權 可是王毅去講的是 國內的重要問題 就是我有一個東伊運的恐怖組織的問題 那你們曾經承諾 你們要幫助我們解決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你講的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去怪他說 你去跟他們 雖然他的出現就代表了一個 非常大的外交跟政治上面的承諾 或者是承認 那麼對於伊核組織 就是伊斯蘭的合作組織裡面 他講的是各國的領土 主權的完整 就帶了這些中間的領土主權紛爭 那這個地方下面一個很重要的事 告訴印度說 我們兩個國家 其實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都是重複的 和重疊的 他們都是金磚五國 他們都是集團體 他們也都是上核組織的成員 這次俄烏戰爭 那美國因為急於在歐洲恢復新冷戰 對 甚至想要把它複製到亞洲 那這個就有一點就是說 你把這個俄羅斯類比成 這個冷戰前的蘇聯 那事實上這個新的俄羅斯 他可能 他已經沒有再搞世界革命了 他並沒有要併吞東歐 對 所以很多國家就不以為然 所以你這種理解是有問題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真正參與制裁的國家 只有48個 這個我覺得你如果對比 前一陣子那個美國在 那個反中啊 搞貿易戰啊 科技戰等等 那為什麼有些國家也不願意表態 我覺得這是兩個邏輯 那美國的兩次的試煉 那都不是太成功了 所以第一個是經濟上他要反中 那希望大家都表態 要站隊 那結果你可以看到 東南亞國家都不願意表態 那印度在經濟上 或許加入陣營 可是他現在也開始覺得 好像不太對 因為美國都沒有在多邊組織裡面 因為美國沒有給他什麼好處嘛 因為經濟就是 因為美國是江本邱莉嘛 然後他跟 中國的貿易也超過1000億美元 對比像歐洲差那麼遠 甚至還輸俄羅斯 中俄貿易有1400億了 所以我覺得他也逐漸開始想通了啦 比如說 不然你沒有辦法理解中印邊境 為什麼軍方的談判會有一些發展嘛 那這一次就更明顯了 就是美國想要把俄羅斯又重新 內比成蘇聯啊 這個很多國家就不能接受了啦 比如說印度他就直接講我不接受 那你可以看到 巴基斯坦也不接受 就印尼啦 就是一些比較大 人口比較多的國家 不是只有中國啦 大家就紛紛不接受了 所以你要這樣搞啊 就是 單極的經濟 以美國主導的這個經濟的世界 美國就已經沒有成功了 那你現在還要在政治上 要單極來主導全世界的論述 這個引起的反彈就更大了 所以我覺得坦白說啦 就是這個應該可以看到 國際經濟體系跟國際政治軍事體系啊 美國兩次單極化 拉回到冷戰體系 基本上兩次的試驗都沒有成功了 美國呢圍堵大陸 但是大陸就是能夠突圍 尤其在高科技的這一塊 華為啊就是證明 中國大陸高科技的韌性 您覺得呢 美國高科技卡大陸脖子 但是呢會不會遲早有一天 美國你會自食二果 因為讓中國大陸不斷突圍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28號收視之後呢 來看到是華為發布的2021年的年財報 華為公司的副董事長 也就是CFO孟晚舟出席的相關業績來說明 這是他呢或是反中國大陸之後的首次公開亮相 各位媒體的朋友們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再次見到大家 記得上一次我參加華為公司的年報發布會還是在四年之前 今天再次見到大家特別是不少朋友承受的疫情的壓力來到了現場 我非常感謝大家能夠與我們面對面的交流 這樣的感覺是其他東西替代不了的 根據呢華為發布的2021年年報 全年營收來到了6368億人民幣 淨利潤呢1137億人民幣 同比增長了75.9% 面向未來呢華為持續加入研發的投入 2021年研發投入達到了1427億的人民幣 佔全年收入了22.4% 10年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呢超過了8450億元人民幣 回國之後首度公開亮相的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表示 2021年是華為沉重的第三年 華為的發展更穩更有韧性了 根據呢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27號報寶 由於呢美國制裁嘛 譬如說谷歌公司已經停止認證運行 安卓管理系統的俄羅斯BQ公司的智能手機 該公司已經在測試中國大陸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 那俄羅斯的BQ公司的總經理來看到布札諾夫說 他們收到了谷歌公司的通知 說中國大陸說美國法律禁止向俄羅斯提供服務 包括出口轉口以及呢 向俄羅斯提供美國原產的軟件還有技術 另外他就說呢所有已經認證的設備將會繼續運行 新設備的安卓系統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報導說呢BQ公司已經在測試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 搭載的是鴻蒙操作系統的新智能手機 可能會在2022年的下半年發布嗎 環球網的記者趕快去問華為公司 收到了回應說 從發布以來呢鴻蒙操作系統已經受到了大量消費者的喜愛 截至2021年年底 已經有2.2億台的華為設備搭載的是鴻蒙操作系統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對鴻蒙操作系統一直以來的關心 還有關注跟期待 但目前暫時沒有計劃在海外搭載鴻蒙操作系統的手機 的確來看到全國晶片短缺之際最關鍵的半導體生產設備 也就是光科技的製造商艾斯麥呢 他再次的解釋為何他們不能夠向中國大陸出口呢 EUV光科技呢 來看到ASML的CEO呢 來看到是溫彼得說 這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 而是政府們的選擇 2021年7月的時候 美國政府曾經有透露說 拜登政府在確認EUV的光科技 在科技產業當中佔略位置的時候 選擇延續川普時期對華出口管制的政策 2019年的時候 美國就對荷蘭來施壓 不能夠對中國大陸出售EUV的設備 甚至還警告荷蘭 如果沒有美國的零件呢 ASML的設備根本沒有辦法運轉 而白宮有權限制 這些零部件向荷蘭出口 不過呢 艾斯麥用另外一種方式跟大陸來做生意了 該公司更新被稱為叫做 生子外線的老式光科技的系統 另外呢 還將許多的設備賣給了中國大陸 早在2021年的4月的時候 其實呢 溫彼得就喊話美國 對華出口管制 不僅不能阻礙中國大陸技術的進步 也會傷害到美國自身的經濟 限制出口只會加大 大陸自主研發的速度 說到高科技的角力 俄羅斯的國家航天集團總經理人 羅戈金就說了 俄方不能夠跟美國在太空領域合作 近來針對俄國 比如說在烏克蘭展開的特別軍事行動 西方宣布了對俄國很多的制裁 俄羅斯啊 跟美國在太空領域的合作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解釋說 俄國的相識航天集團 無法對美國的敵視行為 視而不見 俄烏爆發衝突以來 西方制裁凍結了俄羅斯大部分的外匯儲備 凸顯了用美元的力量 真的很大 而且也有風險 事實上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 美元在國際儲備當中 佔有的份額一直在下降 美元霸主地位似乎受到挑戰了 而在其他貨幣當中 人民幣的份額正在奮力追趕 另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NF的最新的報告說 過去20年 美元在國際的儲備當中 所佔的份額一直在下降 因為各國央行也在尋求 將它的外匯儲備 分散到人民幣 還有其他的幣值當中 NF進一步解釋 美元地位已經穩步削弱 因為儲存管理者 主要轉向兩個替代方案 第一個是四分之一轉向 去買人民幣 四分之三來進行探索 比如說像是儲備資產 作用以前是比較有限的 非傳統貨幣 比如說去買澳元 家圓 新元 或者是韓元 甚至是瑞典克朗 最近幾周出現了更多國家 去美元化的努力 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 跟中國大陸 正在尋求一項新的石油協議當中 要用人民幣 俄羅斯跟印度也要恢復 盧布還有盧比的兌換機制 進行談判 莫斯科還要要求 歐洲使用盧布支付天然氣 甚至可能可以使用比特幣來支付 在俄烏戰爭當中的軍事鬥爭之外 大陸環球其實他們也有整理出 美國發動的六大輿論戰 這也是中國大陸能夠借進的地方嗎 首先就提到的是山風拱火 俄烏的邊境局勢在去年底逐步的升溫 美國不但傳出像是俄羅斯有各種陰謀 要入侵烏克蘭 再來第二點就是大搞雙標嗎 美國要求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違反國際法 心施問罪 但是絕口不提自己非法轟炸南斯拉夫 入侵阿富汗 伊拉克利比亞 敘利亞等國的行為 第三招就叫做造謠傳謠 另外來看到就是透過了社群媒體 傳出一個又一個烏克蘭士兵英勇 抗敵烏克蘭人民受苦受難的故事 故事很感人 但是真實又是如何呢 第四招則是輿論的封殺 封鎖俄羅斯的海外發聲 挺俄羅斯的聲音 慘遭獵物迫害 或者是組織駭客 大舉攻擊了俄羅斯的網絡授施 接下來就是使出了拉邦造勢 拒絕限制俄羅斯的國家 高達140多個 人口佔世界八成 但是美國卻要全世界同聲 來討論討伐俄羅斯 最後一招就是連坐中國大陸了 也就是把中國大陸給拖下水 為了減少預算的赤字呢 美國總統拜登打算對億萬富豪 征收新稅 英國泰晤世報報導說 拜登要對身價超過1億美元的 美國人征收20%的最低稅率 那估計呢 未來10年將會為美國赤字財政呢 減少3600億美元 其中很大部分的資金就是向最富有的700位美國人征收了 當然包括了馬斯克大概要繳500億美元的稅 另外呢 他也特別說呢 他的財產好像還輸給普丁總統嗎 真的嗎 引發討論 今天推進你這一台旺旺水繩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放在家裡面其實也都不佔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鐘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繩 一瓶的電解液呢 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繩 中天有獨家的觀眾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點GO